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不要再睡到天黑了 时尚COSMO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依菲 天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 然后非常能够创新的一个品牌 我一直很喜欢它对于女性这种女性力量和当柔并济 一种自由一种热情这种特质的拥抱 我觉得《小美人》这个系列也是在说非常可爱的一句语言 也是说每一个拥抱生活热爱生活的小美人都是非常闪耀的存在 我觉得下一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会非常有意义 但是我永远是期待着下一个角色 我觉得天梭对于时间的理解和我对时间的理解也非常相像 你怎么看待它 它会怎么看待你 但是我们会非常的认同此时此刻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所有的创造所有的想法都是当下延伸出来的 所以我不会去那么觉得说要去管理一个时间 可能更好的去赋予一个时间 赋予自己现在的事情 你自己想赋予它的一个意义吧 有时候最近也会看一看 有时候最近也会看一看 但是如果是我觉得大体上来说还是会比较 对我说每次都会从角色身上去看到一些属于这个人的一个思想状态和一些情绪产生的这个原因 然后也会产生一些思考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虽然现在可能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对于大理的这样一个戏来说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果敢的女性 很知道能够放下拿起 心可能会想的比较 我觉得也是有自己一个很强的一种觉察 所以是挺有意思的 我会一直穿梭在角色和我之间 当然大理的美景美食是让我非常难忘的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表演状态 是以自己追求的一个状态 其实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一个让自己无论是在专业上 还是在生活上能够充分的去体现自己去释放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我觉得我说的那样一个状态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谢谢 最近因为戏还没拍完 所以就先把戏扎青 用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在网上告诉我一下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 对对对对 就希望不要再睡到天黑了 对 对对对不能